啊 老弟你確定這個島上能占我們三個人嗎 只有這種地方魚才多啊 你是不是也聽過 海釣非常重錢 據說動不動一條海魚就能趕上普通人一個月的公司 但我和玉璇出海海釣的這半年 不查都虧非了 評論區親一色的說是因為我們以前去的釣點都是職業釣魚人玩剩假的 想要賺錢啊 可太難了 終於這兩天 一個大連釣友說他找到了一個不起眼的荒島 因為沒人去 所以島上這種美味的黑石爐氾濫了 聽說因為這種魚只生活在礁石區一下往捕牢 所以飯店一條都要50塊錢 吃了哪裡能人 我立馬帶魚圈從四川去大連找他 你釣友特意一大早把我們拉到那個特遠特偏僻的港口 這個港是你的福利 我的福利 就是在我的印象當中 就我在這個港上船出去釣魚 回來都是滿載而歸 沒有釣的一般的都是特別好 所以說一定要選擇在這個港出船 只要是你倆來的 要不然我怕鎮不住呢 哈哈哈哈 我倆可太陽釣友操心了 說出了港口 太幫我們提前半個月了 每天看天氣預報 選了天氣最好的今天 這個島嗎 老弟 是這個 啊 是那個啊 啊 老弟你確定這個島上能佔我們三個人嗎 沒問題 只有這種地方魚才多 啊 我們佔哪兒呢 那人 啊哈哈 釣友說今天水流和水是都是一流的 魚的活躍性高 暴吊肯定沒問題 小心點這個礁石特別滑 朋友說這個島 之所以支援好 是因為島邊是個水深十幾米的懸崖 牙壁上捉了非常多的味蕾 所以會吸引巨大量的魚在此安家和密使 這個島我多一次一個人 一天釣了一百六十米 扔一掌扔一掌 然後小的就扔掉 大的就扔成那 你們倆可以拍一些狂拉的水 在這個島的釣法很簡單 因為魚頭圍繞在島附近 所以用這種長的像海蟲子一樣的夾 接著把海蟲子沉到海底礁石去 然後沿著牙筆一點一點收屬 牙筆邊的魚看見就會一口悶掉 以前那個黃金釣位你趕緊去 釣友說這個位置是整個島嶼最多的位置 他要給我們先釣 那我不可以客氣了 今天我是在這個位置做成石頭了 中了啊這麼快 第一條魚中了 看一下 哇 哇這拉利贼索 上島第一竿就中魚了 今天是要發啊 又來一口 這魚心絕了呀 我們是在同一個島上 王一波黃金釣位也沒啥反應 又來 又來 真的是放棄又中啊 來了 空竿的 不就空個竿嗎 用這麼緊啊 你看魚泉多淡靜 你看空竿空的 多理所應的 我到底我都不用動 他就已經在上面等著我 你快點我上去快 你快點我上去 你快點我上去 你來啦 我去 豆丁啊 黃金釣位 王一波霸著毛坑也沒拉出X來 我又不拉了一條嗎 拉了一條還拉半截 我去 我太誇張了吧 我越來越多 我去 五顆還是四條魚 我要過去 我要去 溪溪搂地的魚 你慢點 欸為啥呢 我沒看見這段給他掐掉 為啥就跟劇本似的 你那乾子塗啥 哈哈哈哈 就是鮪魚 這不是演的哈 這個真的很神奇 真不是演的 看看我的黃金釣位怎麼回事 黃金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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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上去嗎 看你咬咧 為啥 哈哈哈 你看在這裡釣的 也有十一分鐘 哈哈 這不是劇本 真不是劇本 黃金釣位 你還不用說 這是劇本的 還能回點面子 哈哈哈哈 這滿海就底地有一層魚 感覺那個魚看到你們的耳朵 嗯嗯 哈哈哈哈 用的也是跟你一樣的 釣主一樣的耳 啊 哈哈哈哈 釣友說可能是這邊地形複雜 想釣到魚還是需要點技術 要我們去島的另一邊 那邊上魚會簡單些 屋 島走了一圈 釣的地方都釣了一遍 但也不知道為啥 一口也沒有 釣友這邊也停口了 說應該是到了中午 大魚不開口了 讓我們別著急 可以坐著隨意釣釣 等完口來了 又會接著連幹的 嗯 壞 不小 壞 壞 誒 什麼玩意兒 這麼小 哈哈哈 果言大魚不開口了 以後小雜魚都出來了 真晦氣 這玩意兒一點也不值錢啊 那我們時間差不多呀 又來了 又來了 老弟 這 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一波每一干都是新玩意兒 我真是服了呀 就是沒正經魚呀 來點大貨 來點值錢貨 哎呀又來 一下去又來 這是啥玩意兒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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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趕在趕海了 哈哈哈哈 聽釣友說 這玩意兒倒是很好吃 但一隻也沒啥可吃的呀 終於在釣上來了一大堆 不三不四的東西上了以後 終於來口 呦呦呦呦 大的嗎大的 哎呦我可來口了啊 哇 可以還可以還不錯 哇 這麼大個王一波 一隻還沒恢復呢 啊 來了 快燒快燒 終於一天了 哇來了 是不是玩口來了呀 玩口來了 哇去 又有說 要一條大魚開口 那整個魚群都會開 接下來等著連根狂拉吧 但萬萬沒想到 越來越大了 看這大浪 真是哦 去 真有可能啊 為啥 船上來接不了我 我船長給我打了好幾個電話 你沒聽到 我沒聽到 釣友說明明天氣預報說 今天風浪很小 但也不知道為啥 突然就來了巨浪 只能趕緊讓船長過來接了 釣友說 今天這個魚貨連船廢頭不過去 但沒辦法安全地義 只能提早撤了 想說我能排氣爆掉 別著急 我帶你們去大連最低調查 二三十斤內 我都是小兒科 跟我提早 不要緊 這個標誤